奇怪 好好的一个公司网页 为什么加入blog呢? 大家好,我是圣浩 欢迎来到 不用偏写代码 也能设计出让人惊叹的网页的 影片教学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为什么公司或者是三页网页 需要写blog 就算是不会偏写代码 Wiz也能让我们 设计出让人惊叹的网页 为了避免假冒 你可以直接点击我已经放在说明文的 Wiz官方网页的链接 这里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五个写部落客的好处 第一个 就是让大家知道你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事先想看 但网站A 只有自己的基本资料和联络方式 而网站B 除了有基本资料和联络方式之外 它还有很多很多 关于它那一方面的 相关的文章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blog 那么你会觉得网站A 还是网站B 比较专业呢? 第二个 让大家都知道 你一直在进步着 实在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改变 上个月的技术 可能这个月已经不实用了 所以 为了让你现有的客户 或者是潜在客户 知道你一直在进步着 的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 不时的 更新 最新和专业的资讯 也就是 在你的 官方的官方网页 第三 练习 写文章的技巧 这个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是一个生意人 为什么我要学会 写文章的技巧 当你 练习这个东西 越来越久的话呢 你就会越来越熟练 而在这一段时间内 你不但可以练习好你写文章的技巧 你还可以 锻炼好你的逻辑思考 以及 沟通和表达能力 因为你会一直花时间 和动头脑想 到底要如何才可以 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写在一个文章里面 以便让你的顾客群 知道和了解这一方面的资讯 如果你担心 你不太会写文章的话呢 请你留意我接下来的影片 因为我会分享几个 写Blog的 实用技巧 第四 提高你的 存在感和 曝光率 当你有越来越多 同一个类型的文章的时候 你在Google的ranking 就是排名 会越来越高 而且我也相信 这样子的 方法呢 你是适用在百度 当你的排名越来越高的时候 Google和百度呢 就会 推广你的网站 给更多的人知道 第五 就是要赚钱 这第五点呢 其实 跟第四点 是有关联的 因为当 越多人发现到你的网站过后呢 你就越有机会 把他们 变成你的 顾客 其实要在Wips 创造你的blog 是非常容易的 我会在接下来的影片呢 分享 如何制作 简单的blog 但学会这些技巧 并应用在你的网页后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网页 会比 没有使用这个技巧的网页 来得更 吸引人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使用的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一方面的资讯 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 生号TV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 如果你想要 找我帮你设计网页的话呢 欢迎你email我 那么我是生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